大家好,欢迎回到华美之声 今天和大家分享如何教育6-8岁儿童安全上网 如果您喜欢这个内容,请订阅这个频道 华美之声主要分享最新的美国教育资讯 以及美国人文风俗等内容 您可以帮助您的孩子学习如何安全、负责任和愉快地使用互联网 如果教孩子如何自己管理互联网安全风险 以及把控那些令人担忧的经历 那么他们将建立数字抵抗力 这是他们积极处理和应对在线时遇到的任何风险的能力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帮孩子建立数字抵抗力 和您的孩子一起上网 与您的孩子一起上网 可以让您有机会看到孩子玩的应用程序或游戏 或是他观看的视频 您可以和孩子一起观看并体验 同时又可以检查这些内容是否合适 您可以提出一些对孩子上网感兴趣的问题 例如 那个游戏看起来很有趣 你能教我玩吗? 您还可以向孩子展示有趣的或有教育意义的网站 告诉他如何添加书签 便于以后再打开 教孩子如何使用正确的关键词搜索 来帮助他找到家庭作业所需的信息 例如 如果他正在做学校的作业 而搜索有关人们过去生活的信息 那么可以搜索20世纪澳大利亚的生活 而不是过去的生活之类的短语 与孩子一起上网时 如果遇到弹出广告 那么可以告诉孩子不要点击他们 您可以解释说 弹出式广告可能会把人带到有不雅图片 或盗取个人或财务信息的网站 与孩子谈论在线内容 最好向您的孩子解释 互联网拥有各种各样的内容 而其中有些内容定不适合孩子 您可以解释说 大多数电子设备上都设置了家长控制程序 安全浏览设置和互联网过滤器 以保护儿童免受不当内容的侵害 但这并不能保证一切 孩子仍然可能会遇到不适当的内容 因此鼓励孩子与您谈论 看到的互联网 令其担心的事情也是个好主意 例如您可能会说 有时候人们将可怕的东西放到互联网上 有些是虚构的 有些是真实的 如果发现有任何令你烦恼 或感到不是的东西 请告诉我 如果对要小心的内容罗列出来 则可以帮助孩子自己去识别 那些不适合的材料 例如说 如果你看到一个网站 有恐怖或粗鲁的图片 或者奏骂和愤怒的言语 请告诉我 这不是个适合你浏览的好网站 您还可以解释一下 互联网上并非所有信息 都是真实的或有用的 例如 有些新闻是编造的 鼓励您的孩子 质疑他在互联网上发现的东西 将有助于他提高分辨 网站是否具有优质信息的能力 这也是数字和媒体读写能力的一部分 做个好榜样 孩子照着家长学 这意味着您自己可以为孩子 树立安全健康地 使用数字媒体的榜样 而这也是您希望孩子 现在和将来 使用数字媒体的方式 例如 您可以坚持将互联网设备 放在卧室外面 并用来实现积极目的 例如向朋友发送支持性的消息 注意隐私和个人信息 确保您的孩子 不与自己不认识的人 在线交流是个好主意 如果您的孩子 正在使用基于游戏的社交网络 那么这一点尤其重要 鼓励您的孩子 1.如果他不认识的人 在线联系他 孩子需要告诉您 2.不透露个人信息 您可以说 网上有些人是假的 是骗子 永远不要告诉任何网上的人 自己的姓名 地址 电话号码 或生日 3.不要在游戏网站 或比赛中输入个人信息 您可以要求孩子 在填写任何在线比赛 或会员资格之前 先获得您的许可 4.在他使用新应用程序之前 询问您 以便您向他展示 如何检查隐私设置 以确保个人信息安全 避免网上购物 您可以通过 关闭应用内购买 和设备上的一键式付款 来帮助阻止 任何意外的应用内购买 您和孩子 对不接受应用内购买 明确达成一致 也是一个好主意 您可以说 很多人都想要我们的钱 但重要的是 我们不要将钱 浪费在不需要的东西上 如果你想购买新游戏 或游戏中的物品 请询问我 谈论适当的在线行为 与孩子讨论适当 和不适当的在线行为 可以帮助他学习 如何保持安全 例如您可以 1.告诉孩子 不要在网上做或者说 任何他不愿与某人当面做 或者说的事 2.鼓励孩子 在发布照片或评论之前 先思考 3.帮助孩子摆脱网上争论 您可以说 朋友说出的话 有时并非本意 最好让他们自己摆脱情绪 暂时不要与他们在网上交谈 以上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内容 如果您对我们分享的内容感兴趣 欢迎订阅这个频道 并记得点赞转发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